好 谢谢志豪 那么其实昨天到今天呢 为大家报导了很多 就职典礼上头的一些重点 还有拜登上任之后的新政策 那么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要来告诉大家一点轻松的 就职典礼上头呢 不只副总统贺锦丽 新任的第一夫人吉尔 他们的打扮很吸睛 除了他们之外呢 这个阿伯的时尚 现在也掀起了话题 那因为阿伯呢 来看到他是这个民主党 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 在就职典礼这个开始的时候呢 他坐在台下 外套呢包得紧紧紧 又皱眉又翘脚 再加上呢 他手上这一双 看起来相当温暖的手套 仿佛呢冷到周边 发生什么事都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呢引发了网友关注 然后呢大家开始 拿桑德斯的照片做成梗图 有什么梗图呢 来看到下一张照片 有人把桑德斯 劈到了路边摊的场景 让桑德斯看起来呢 好像是一名这个卖围巾卖帽子的老板 有点这个与世无争的样子 笑翻了一票人 然后呢还有网友干脆 把桑德斯劈到这个电影的场景里头 比方说呢有这个狮子王啦 有阿甘正传啦 还有这个电动里面的场景 还有这一张呢很多这个手接滑手机应该都会看到 他跟死士是肩并肩坐着 把桑德斯放到不同的场景里头呢 完全没有一丝违和感 网友疯狂的制作梗图 也让他一系成了全民的关注焦点 事后呢桑德斯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他笑说 他比较在乎的是天气啦 他也不是不care时尚 只是呢他只是想要穿得温暖一点 没有想到一张照片呢 也能够抢下新闻版面 那么同样引发大家关注的呢 来看到还有就职典礼上头这一名年轻的女孩 他今年只有22岁 他叫做格尔曼·格尔曼 他不但呢是美国史上首位青年的桂冠诗人 也是就职典礼 这个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有史以来呢 邀请到最年轻的诗人 他昨天所朗诵的这个文章内容呢 也是他自己亲自写下的 主要是要呼吁美国人团结和平 也强调这个民主永远不会被打败 美国的媒体呢 对他的身份背景感到很好奇哦 其实呢这个格尔曼他去年才从哈佛大学毕业 尽管呢格尔曼他从小是有语言障碍 但是他从小学开始就对诗词有很浓厚的兴趣 也曾经出版过个人诗集 那么第一夫人吉尔呢 在读过格尔曼的作品之后 就决定要邀请他来参加这个就职典礼 朗诵诗词 那么他昨天呢在就职典礼上面露面之后呢 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赏 包括了脱口秀天后欧普拉 那么画面曝光之后呢 这个Gorman的推特粉丝人数 现在也在持续的暴增当中 那么如果要说到呢 谁是就职活动上面最可爱的人呢 也就是拜登的小孙子 昨天晚间呢有一场这个就职音乐会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拜登是没有办法亲自来出席这个音乐会 这个就是艾拉 其实呢艾拉是贺锦丽丈夫和她第一任妻子所生 贺锦丽是她的继母 不过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艾拉也曾经在这个竞选影片当中表示说呢 贺锦丽是一个最棒的继母 昨天呢可以看到艾拉她是顶着一头卷发 还戴着圆框的眼镜 有点像是哈利波特的眼镜 这个复古的造型呢 让她在一票来宾之中呢 显得相当的亮眼 还有媒体风她是时尚女王 那么艾拉口罩底下长什么样子呢 长这个样子 相当的清秀 据了解呢艾拉目前就读于 美国知名的设计学校Parsons 今年呢就要毕业了 也预计呢贺锦丽上任开始啊 这个艾拉也会常常成为外界的关注焦点 接下来还有一个人也变成了话题 28岁的他是川普的粉丝叫做马克 在这个拜登就职日当天呢 马克他是举着这个旗帜来到国会大厦附近 准备要来抗议拜登就职 没有想到呢一到现场才发现 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呢 不是说好会有将近上万人的这个川匪要聚集吗 结果呢只有他独自一个人站在这里 而且等到整个就职典礼都结束了 还是没有其他人出现 所以事后呢这个马克向记者坦诚 他原本以为呢自己会加入一大群的这个抗议者之中 预期会有数千人现身 结果都没有人来害他呢 他表示我必须爱上的说 这真的是相当不幸了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 把时间交给给志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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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